大家好 我是楚少 人民催更什么我们就测什么 所以今天人民的混动来了 如果您的购车预算就卡死在十万 那本期一车横平就变成一车横平了 您只需要关注这部50星辰DHT的表现即可 因为它是目前地表最便宜的混动车 没有之一 没有竞品 但如果您的预算能再追加三万 那购物车单里就能出现它 东风浩极双情 车身尺寸上大上两圈各项配置更加丰富 但性能表现不强 如果预算能追加到四万 那这部哈佛H6 DHT就进入候选范围了 曾经的销量神话后知后觉的玩起了混动 表现上能否后发之人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找来了同价位 玩混动的前辈 如果说50星辰是人民的混动 那这部Song Pro DMI就是人民的插混 因为它是您能买到的最便宜的插电混动紧凑型ICV 不仅可有可电还进享绿牌福利 四位选手介绍完毕 我们马上开始第一项测试 问它们诞生的最大使命是什么 答案当然是我为车主省汽油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最高规格的油耗测试 来给它们的燃油经济性表现 分个高下 何为最高规格的油耗测试呢 就是城区工矿没堵着堵 高速工矿能撩则撩 目的就是让测试平均时速 与各自工矿的名称做到名副其实 测试开始前 我们用两次跳枪法将四部车的油箱灌满92号汽油 H6浩吉和Song Pro空调全程设置为24度风量自动 但50星辰DLT没有自动空调 所以我们手动设置为二档制冷加二档风速 测试当天节气上虽已入秋 但温度上还没入 气温高达32度 所以空调负载略重 四车驾驶模式标准 动能回收居中小技里程清零 迎着早高峰 我们将车子开上三环 走走停停整整一圈后 姨妈红式拥堵色调转弹 但为了尽量降低城区测试的平均速度 车队转站四环辅路行驶 你以为辅路的50线速和频繁的红绿灯 堵住的仅仅是我们的车速吗 还有七七被骂城市测试平均速度过高的弹幕 因为没堵找堵的跑法 虽然大大提升了城市油耗测试的时间成本 但143公里的全程 我们成功将平均速度控制在了28.6公里每小时 那在标准城市空框下 四车究竟谁的能耗表现最出色呢 我们不妨先分析一下他们的纸面实力 从能源类型上 四车清晰的分为了两个阵营 50星辰DHT 东风号机双警和哈佛H6DHT 属于HEV油电混动 也就意味着他们电池容量只有一两度 不用充电 但也只能挂蓝牌 其中尺寸最紧凑体重最轻盈的是星辰DHT 似乎最有问鼎冠军的先决条件 不过它2.0自吸阿特金森循环发动机排量 却是全场最大的 哈佛H6DHT搭载了二档DHT变速箱 更宽泛的持比是有助于节油的 好奇双情有着四车中最大的车身尺寸 且1.5T发动机动力调校最为激进 种种迹象表明它的成绩应该顺理成章的拉胯 所以HEV组别究竟排名如何呢 我们正式公布成绩 排名第四的是哈佛H6DHT 实测程式油耗6.13升每百公里 现在组内还剩星辰DHT和浩吉双情 没有公布成绩 那人民的凯歌可以奏起来了 让我们恭喜 东风浩吉双情 以5.83升每百公里的实测成绩 问鼎HEV组冠军 星辰DHT以5.89升每百公里 膝败 Song Pro DMI51公里版本一个人代表一个阵营 因为它是全场唯一的插电式混动 有着8.3度的电池组 虽然不支持快充但可油可电能上绿盘 为了尽量公平地与HEV组别较量 我们让它以亏电状态应战 Song Pro DMI电量低于25% 即为亏电 出发时其初始电量为20% 别看它底盘上平铺着沉重的电池组 但Song Pro体重全场仅沉于50星辰 那想必车架定是用了不少碳纤维材质 我们来公布它的成绩 比亚迪表示都这么多期节目了 我的比赛还用看 现在观视频去睡觉 因为醒来又是一场胜利 刚刚HEV组投名实测成绩为5.83升每百公里 Song Pro DMI在亏电状态 用Differ的话说也就是在让你一只手的情况下 做出了城市空框5.14升每百公里的实测成绩 轻松干掉HEV组加冕第一轮城市油耗赛的冠军 送出发时电量20% 结束时冲到了23% 混动总成的工作策略当真刀法精准 油电配合默契 趁着四车重新填满了油箱 咱们里程清零测试不停 继续高速工况的比拼 四车驾驶模式动能回收力度空调温度均与城市测试时相同 全程108公里的测试除了几次进出收飞站拉低了车速外 其余时间车队都顶着不被扣分罚款前提下的最高速度行驶 大家懂我意思吧 一路的高歌猛进成功将平均速度拉到了84.2公里为小时 另外为了规避投车破风废油 后车吃尾流省油影响排名的情况 我们会阶段性重新排列车队顺序 在往期节目中有观众质疑我们测出的高速油耗 普遍偏高是不是因为测试路段为上坡路 借此机会解释一下 我们采用的是同一条高速折返跑的方式 这样无论是上坡还是下坡都在返程时被抵了个销了 测试条件介绍完毕 照例来预测一下赛果 众所周知高速工况的油耗表现很大程度 由发动机热效率和变速箱持笔范围决定 这么看哈佛H6 DHT4车中优势最大 毕竟它二档DHT变速箱多人一档正式考虑到此时之战 那我们按倒序公布结果 高速油耗排名第四的是哈佛H6 DHT 实测7.63升每百公里 第三名是刚刚城市油耗测试中也是季军的50星辰DHT 高速实测油耗7.56升每百公里 紧比哈佛省油一丝丝 后级双情继续稳坐HEV组别投名 高速实测油耗7.24升每百公里 不仅没受到更大车身尺寸可能带来的风阻影响 甚至还拉大了与星辰DHT之间的优势 那这个优势能大到撼动 送ProDMI的地位吗 不得 第一粉们可以去睡回笼觉了 因为醒来还是一场胜利 宋以亏电高速油耗7.00升每百公里的成绩 蝉联榜首 不过优势确实不如城区空框那么大了 其电量从出发时的21% 结束冲到了22% 仍是几乎没有任何浪费的油电控制策略 宋ProDMI刚刚以亏电状态 也就是让一只手的情况下 在油耗测试中一通乱杀 那接下来我们就松开它的麒麟臂 实测它的纯电续航里程 众所周知50公里的纯电续航能力 对插混车来说是重要分水岭 因为超50就可以上绿盘拿补贴 这部宋ProDMI NEDC标称续航51公里 当真是个精准的务实主义者 那它真能延出必行跑到这个里程数吗 充饱电后我们测试开始 驾驶模式动能回收力度空调温度 均与油耗测试时相同 测试路段为路况畅通的城市环路 全程平均速度57公里每小时 当电量低至250% 宋ProDMI驾驶模式会从EV纯电 自动切至HEV混动 不过您只需长按EV键 就能继续让它以纯电行驶 直至电量剩10% 最终发动机强制接入时 宋ProDMI纯电行驶里程定格在50.7公里 也就是在电量还有10%的情况下 把续航达成率干到了99.4% 当真是说到做到啊 实测程式电耗在14.7度每百公里左右 随着宋ProDMI纯电实测续航里程出炉 我们就能把刚刚程式高速数据叠加 计算四车的综合油耗了 放开手脚的宋Pro无疑成绩进一步碾压HEV组别 它在程式加高速加纯电测试 共计行驶302.3公里 累计加注燃油14.94升 计算得出充电一次 宋就能在300公里内让您享受到4.94升每百公里的超低综合油耗 即便您纯把它当油车开拒不充电 那宋Pro的亏电综合油耗也仅为5.94升每百公里 依旧全场第一 第二名是东风浩急双晴 表现累计行驶251.7公里 加注汽油16.20升 实测综合油耗6.44升每百公里 第三名是五菱星辰DT 表现累计行驶250.0公里 加注汽油16.52升 综合油耗6.61升每百公里 第四名是Half H6DT 表现累计行驶里程251.1公里 加注汽油17.01升 计算得出综合油耗6.77升每百公里 你永远不知道 从挂着这个车标的车上会下来多少人 别说是造了精致的SUV 那就是哪天造了行政级豪车 但五菱骨子里 永远还是那个多拉快跑的回本利器 不过这经常满载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对性能冗余提出了极大的挑战 所以我们在以往常规空载加速制动和迷路测试的基础上呢 特意加入了满载工况 看看这冗余 究竟是满载习义为常的50流得多呢 还是三部平民混动SUV 它流得多呢 相信这左右为难进退两难 难上加难的画面 叠加此起彼伏粗壮的嚎叫声 感官上的油腻程度不逊于连看了五级东八区的先生们 所以我们赶快关掉魂简揭晓成绩 先从大家最担心的满载会不会让刹车性能崩盘讲起 测试当天气温32度路面43度 四部车现在只有一位车手的空载状态下进行了连续四次 100公里每角时全力刹停的测试 成绩赫里基群的便是好极双情 它得第一毫不意外 因为在其他三车支配位加通玲珑锦壶轮胎的情况下 它那四条胎宽235的贝奈利蝎子胎 显得很是不懂人情事故 但不得不说单价四位数的轮胎抓地力表现就是好 好奇双情最短刹停距离38.32米 四次平均39.57米 是全场唯一成绩在40米以内的选手 空载制动成绩第二的是装配了四条胎宽225 玲珑绿形系列轮胎的Song Pro电脉 其最短刹停距离长达41.18米 平均刹停距离41.48米 这样的成绩都能排第二可想而知另外俩车得有多拉 第三名是配备四条胎宽225 仅乎舒勒池系列轮胎的哈佛H6 DRT 最优称距41.74米 平均42.43米 成绩垫底的便是搭载四条胎宽 仅有215加通Comfort F50系列轮胎的星辰DRT 最短刹停距离长达42.02米 平均成绩42.46米 让四车制动系统充分冷却后 咱们开始满载刹车测试 车上五个大老爷们体重够850斤 我们用四车公布的最大满载质量减去整倍质量 可以得到厂商除50星辰DRT外 其他三车被五难灌满后 实际都处于超载状态 那究竟谁的制动表现受负载影响最大呢 成绩显示四车排名倒是和空载测试完全一致 不过刹车距离受载重影响有大有小 好奇双情以38.80米的最短刹停距离排名第一 四次平均39.65米 也就是它满载状态 仅比空载平均刹停距离长了8厘米 简直离谱 第二名送ProDMI表示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看看我的成绩 满载状态下 送最短刹停距离41.53米 四次平均41.56米 满载平均比空载平均同样是长出8厘米 剧情拉满 这么反常识的测试结果 不会再套娃在第三名哈佛身上了吧 实测H6DT满载最短刹停距离41.73米 四次平均43.41米 比空载平均成绩长出了近1米 感觉一切都回来了 最后50星辰DT满载最短刹停距离43.71米 四次平均43.91米 比空载平均成绩长出了1.45米 也就是全场唯一不超载的 却是刹车受负重影响最大的 对比完四车空满载制动成绩 可喜的是大家均为因载重增加 造成刹车距离断崖式拉长 但遗憾的是出好极双情外 其他三车的制动表现不敢恭维 接下来是考察四车紧急躲避障碍物时 容不容易失控的迷路测试 特别是满载后会让它们变成公路保龄球吗 实测之下四车表现有的稳的一踢 有的心惊肉跳 成功通过速度和主观翼空度均最高的是Half H6DT 空载迷路成绩75.1公里每小时 闭上过程中 H6展现出了全场最成熟的机械素质和调校功底 转向清晰准去 悬甲支撑到位 尤其ESP相当有主动性和自驱力 击打方向的第一时间便及时介入并大力制动 车速在B区就得到有效控制的H6DT 迷路表现自然闲停信步 满载上强度后 H6DT的成功通过速度下滑了3.5% 为72.5公里每小时 负重增加暴露了 几乎输了持轮胎抓地力不强的短板 B仗时横向滑动和推头趋势都更明显了些 但主观操控感和空载时没有太大差别 50星辰DT 以空载迷路74.5公里每小时的成绩排名第二 虽然成功通过速度优异 但紧急避杖时 这野狗撒尿的姿态 实在让人胆战心惊 如果换成不懂反打旧车的新手司机 那结局大概率会翻车塌房 其实看外观就不难想通 为什么星辰会有这样的迷路姿态 首先他是四车中高度最高且轮距最窄的 瘦高个儿的体型让他堪比车中张国伟 其次星辰DT车轮与轮拱之间的间隙很大 说明其悬架行程很长 而车辆在由A入B的避障过程中 重量叠加速度会让左前悬架压缩到极限 右后轮自然会被撬起 只是离地高度如此惊悚的 还当真是头回见 不过在全员坐满后 阿祖们的百斤之躯 反而成了很好的配重 排轮姿态明显被压制住了 果然爷们在满载 爷们在战斗时的武林才是完全体 星辰DT满载成功通过速度72.0公里每小时 比之空载成绩下滑3.4% 但稳定性表现却只数其提升 第三名是东风浩急双晴 空载成功通过速度73.8公里每小时 避障操作中能明显感觉到 它的机械素质很一般 支撑薄弱的悬架让车身摆动如路上行船 祖尼轻盈地转向在极限操控时 指向模糊手感轻飘 让车手操作略显手忙脚乱 而随着人数满员 会进一步加重这种横滑摇摆忙到的迷路状态 不过虽然调教之嫩 但好极双晴装备拉满 抓地力出众的贝奈利歇子胎 兜住了其迷路测试的下限 即便在满载状态下 成功通过速度也做到了71.8公里每小时 仅比空载成绩小幅下滑2.7% Song Pro DMI已空载72.6公里每小时的成功通过速度排名第四 它的迷路表现和此前测试过的琴Plus DMI出奇一致 都是ESD借助力度不强 降速不显著 以及有着夸张的甩尾姿态 控车难度较高 另外全场第二载的轮距和支撑力不足的悬架 让它的右后轮也有点垫起脚尖提起裙边 当进入满载状态后 其玲珑滤形系列轮开抓地力之贫瘠更是暴露无遗 更严重的摔尾让Song Pro DMI有点公路保龄球那味了 满载成功通过速度仅为68.5公里每小时 较之空载成绩下降5.6% 是全场操控稳定性受负载影响最大的一个 为什么性能测试的最后一项才是加速表现呢 因为对大多买菜型混动车车主来说 从没期待过自己的车加速能有多快 反而担心拉上全家老小后加速会不会变得很肉 所以接下来的测试势必不会很燃很炸键盘值很高 但生活本就是一地鸡毛的 我们在空载和满载状态下分别测试了四车的加速性能 空载成绩垫底的是全场动力单元数据最亮眼的东风后级双情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空载状态下 后级最快破百用时长达9.27秒 很难想象这是一部宣称综合功率达到245马力 峰值扭矩540牛米的车跑出的数据 甚至比亏电状态下的Song Pro DMI还慢 再来看坐满五味壮汉的满载成绩 破百用时为10.41秒 比空载提速性能下降了12.3% 第三名是亏电状态的Song Pro DMI 为了让H1V组感到公平 也为了让从不充电的车主知道自己爱车的提速下限 所以测试以25%的亏电电量进行 空载状态下 亏电送最快破百用时9.25秒 继续看满载成绩 初始电量同样为亏电线25% 实测最快破百用时11.25秒 加速性能因负载增加衰减了21.6% 这个数字相当恐怖 说明亏电状态下的Song Pro DMI 很不适合为以重任 满载后要有意识流出足够的安全距离 才能借到超车 不过如果您有方便的充电条件的话 Song Pro DMI在复电状态下能轻松做出空载8.47秒的破败成绩 性能提升可谓立竿见影 第二名是五菱星辰DRT 空载最快破百用时8.84秒 满载后最快破百用时10.21秒 比空载提速性能下降了15.5% 性能受负载的影响程度鉴于比亚迪和浩吉之间 性能表现最好的是全场体重最沉的哈佛H6 DRT 其空载最快破百用时8.58秒 几乎追上了复电状态下的Song Pro DMI 二挡DHD变速箱会在时速80进行换挡动作 这也让H6的加速度迎来第二春 400米冲线尾速达到了145.60公里每小时 甚至比复电Song Pro DMI做出的140.41公里每小时的尾速要快上很多 不过对买菜车们来说这项数据在均算不重要 全员落座后 哈佛H6满载最快破百用时和星辰DRT打平 同为10.21秒 性能因负载增加衰减了19% 和Song一样也是怕干重活 总结一下 后级双晶是空载最慢 但加速性能受负载的影响也最小 Song Pro DMI是亏电比负电小慢一些 但加上负载之后就会变得特慢 建议举家出行先充电 星辰DRT虽然空载是加速表现和H6 DRT有差距 但一满载却完全抹平了 再次说明50的正确打开方式 就是多拉快跑 了解完性能极限 楚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四部车的日常使用感受 前段时间我刷到了一位博主 用苹果公司的评定标准来评车 我觉得很能帮助我这种逻辑性不强的文科生来梳理观点 所以今天咱们就借鉴一下 苹果的评定标准共分为三级 分别是EE超出预期 AE符合预期和EM7代更多 那回到本厂的四款车上啊 50星辰DRT和哈佛H6 DRT 我的评定呢是超出预期 Song Pro DMI呢是符合预期 好极双情啊是期待更多 接下来呢咱们一一细说 先说评定成绩垫底的好极双情啊 其实它琳琅满目的配置和类似美系车环抱后视的内饰设计呢 是可以给出超出预期的评定的 能很明显的感觉到啊 厂家的这种真诚和希望给车主越级体验的雄心 不过这一开起来啊 它混动总成的震动和粗糙感是最明显的 如果您觉得我口说无凭 那车主后期加装的这个大视野后视镜 在行驶当中无休止的震动呢 多少可以佐证我的体感 总之好极双情动力的线性平顺程度 震动粗糙程度呢都是四车当中最差的 再加上底盘啊也没有展现出过人的隔绝感和滤震性 所以整体给出了期待更多的频率 我对比亚迪DMI呢可以说是再熟悉不过了 秦宋唐汉的DMI车型呢我都测试过 这部Song Pro呢也展现出了DMI一以贯之的优点啊 动力响应速度很快 任何工况下平顺度都很高 不过日常驾驶中呢会感觉它的转向手感啊 较为轻浮虚无 底盘在压过较大坑巴的时候呢也较为硬颠 路感隔绝度呢处于同级的平均水平 所以给到了符合预期的评定 哈佛H6DHT呢完成了对燃油版车型的靶向优化 由于燃油版动力总成啊是小排量涡轮增压 搭配双离合变速箱 所以呢就有着动力响应持质换挡略感顿挫的问题 但DHT车型有了电机的加持 那开起来就非常的线性轻快跟脚 身踩油门踏板超车的时候呢 响应速度也比燃油版啊要快了不少 外加上它的底盘滤震性和操控素质呢 均为全场最佳 所以得到了超出预期的评定 50星辰DHT评定得到超出预期 可能源于我最初预期过低 原想着2.0AT金森循环发动机 和单档电磁DHT变速箱对于50来说 那都是第一次造的新技术啊 多少得有些不成熟或者说匹配不顺畅的地方吧 但没想到无论是工作的平顺度 动力的响应速度 还是整套混动总成的噪音震动意志 都几乎做到了无可止摘 当然星辰DHT呢肯定也有些瑕疵 比如驾驶坐姿超高宛如开着小面包 比如底盘滤震生硬粗暴 比如时速超过90呢 那整个车门边块啊 都会隐隐的传来漏风的声音 比如这个方向盘 它还是个歪把子 但这些都瑕不掩余 并不影响它的整体平定 总之星辰DHT呢 是一部成熟度很高的产品 是一部配置虽然不多 但智能语音贼好用的产品 是一部你在路上啊 随便捏个有本的人 都能极快上手 无需适应的好产品 作为行驶质感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测试了四车时速60 和时速100平稳行驶时的车内噪音 考虑到让Soul Pro店卖赛 负电EV模式下参赛太过降维打击 所以它以亏点HEV混动模式参与比拼 我们会把两个时速下的车内噪音值 相加除以二 以平均噪音值作为排序的依据 静明性表现最好的是哈佛H6DT 平均噪音值远低于其他三位对手 为60.4分贝 出众的噪音意志 外加隔绝感上乘的底盘调教 让H6DT营造出了全场最具高级感的形式品质 第二名是浩吉双晴 平均噪音值61.3分贝 虽然对下盘传上来的噪音意志不错 但其1.5T发动机在高转速工作时的噪音 还是相当明显的 有着相同问题的 还有亏电状态下的Soul ProDMI 从琴送两部Plus到今天Soul Pro测试下来 我们已经对1.5消云发动机工作时 呜呜喧喧的噪音习以为常了 成绩垫底的自然是售价比对手们 便宜三四万的五零星辰DT 局促的造出成本 让它势必要在隔音指振材料上斤斤计较 整部车的隔绝感自然无法 和其他选手们在同一水平线上 平均噪音值高达63.9分贝 接下来是AEB主动刹车功能的比拼 五零星辰DT并没有搭载该项功能 毕竟在售价十万出头的前提下 混动都给你了还要啥自行车呢 但身价高出三四万的这三位 均有主动刹车功能 但有是不是就代表好用呢 我们马上来实测一下 结果表明 厂上出哈佛H6 DHT外 其他两车AEB功能只算聊胜于无 如果是为了它去买高配 那大可不必 测试前我们先将H6和浩吉 主动刹车的灵敏度 调至标准和居中模式 Song Pro DMI该项功能则只能开关 第一项是难度入门的AEB 对静止假车的测试 H6和浩吉双晴本轮暂停 均为时速50克刹停 Song Pro的表现简直是出师表的代言人 刹车灵魂靠死先帝创业未办而中道崩俗 系统可以识别到假车并激活主动刹车 但就是前踩一脚便松开 导致屡屡追尾 最终成功刹停速度只做到了30 第二项难度升级 考验视线被前车遮挡 且前车突然闪避后AEB对假车的表现 H6和浩吉再次占平均为时速30克刹停 能够取得成绩就值得表扬了 毕竟豪华品牌安全大师 都是直接必踪的表现 Song Pro DMI和刚刚反应一致 可识别可触发制动 但仍是浅杀即松 最终没能做出有效成绩 第三项让AEB面对身高仅1米2的儿童甲人 虽然目标反射面积锐减 但H6和浩吉仍做到了与面对假车时 完全一致的时速50克刹停 另外Song Pro DMI成绩也有所提升 从面对假车时的30刹停 提升到的时速40克刹停 这样的表现应该能让支持国货的车主们感到欣慰了 最后一项是难度最高的儿童甲人鬼探头测试 也是AEB在开放道路上最具实际意义的一项 浩吉双晴和Song Pro DMI的AEB暴露出探测速度较慢的短板 识别小假人后距离根本就不够刹停的了 连时速30的起侧线都没通过 H6 DRT是本环节唯一取得有效成绩的 为时速40克刹停 另外其AEB针对鬼探头场景还有一个特殊设定 就是当车辆刹停后 制动分泵还会持续施加制动力 让刹车踏板处于踩死不回弹的状态 直至驾驶员踩住刹车切换挡位后才会解除 其初衷应该是为避免惊慌失措的驾驶员应急之下 胡乱操作 继而发生次生事故而设计的 点赞 全是细节 如您所见 本期空间体验官请到的是久违的二萌 所以此时有多少人同时观看 楚少不清楚 但我相信键盘打工人一定在线观看 四车中空间舒适度表现 冠绝全场的无疑是东风浩极双形 毕竟它超4米72的车长 超2米82的轴距和星远L一样 重新定义了紧凑型SUV 所以宽硕的头腿空间 软糯的座椅填充 纯平的脚下地板 调节范围不小的后排椅背 让身高172的萌萌 直接就是一赞送出 虽然没有更多舒适性配置 但后排基础三件套 空调出风口 充电接口 和全景天窗 还是一应俱全的 除了拥有好评度最高的后排外 后级双情还从新实力那儿 见贤思奇学来了一个女王附驾 尽管腿托和椅背 不能完全伸展躺平 但看二萌半躺的如此惬意田径 也足够让打工人 无酒醉成狗了 同样得到二萌好评的 还有比亚迪Song Pro DMI 虽然绝对空间上不及好极 但同样松软的座椅填充 同样纯平的脚下地板 同样角度可调的座椅靠背 同样没缺一样的后排三件套 让Song Pro也达到了较高的空间 舒适度水准 只是和Song Plus DMI缺点一样 都是新车味明显了些 Half H6 DHT的表现重规重举 头腿空间较为充裕 只是后排椅背角度不可调节 50星辰DHT也得到的是中平 其实50还是很空间魔术师的 它后排头腿空间方面 甚至可以和好极平起平坐 外加拥有四车中角度调节范围最大的椅背 后排乘客可以轻松实现半躺自由 但缺点在于座椅填充较微生硬 且坐垫角度平直 无法给大腿充分的乘托感 其他的缺点就是受成本所限了 比如其他三车的车门试板均是皮革软包 但星辰DHT是生硬冰冷的塑料材质 比如它是全场唯一没有全景天窗的 无法提供给后排乘客更好的太阳感 虽然上述小资情调的东东稍显缺失 但诸如后排空调出风口 充电接口都没有失备 还是值得点赞的 全场最后一项测试 我们来比比四车的储物能力 毕竟刚刚聊了半天满载 咱们倒是要看看它们能载多满 在后备箱常规储物空间方面 50星辰DHT和哈佛H6DHT并列第一 均装下了两个24英寸 四个20英寸旅行箱 好奇双情和Song Pro稍逊一筹 比投名少装了一个20英寸的小箱子 不过好奇后备箱地板下 还有着容积可观的暗格 算是可以胜比亚迪半子 这局的看点肯定是放倒后排座椅后 看看谁能让车主人有多大胆 或能C多满 补充一具四车后排座椅 都可按四六比例灵活放倒 这点很赞 放倒后储物能力垫底的是H6DHT 共装下六个24英寸 九个20英寸 共15个旅行箱 好奇双情和Song ProDMI占平 成绩均为五个24英寸 十一个20英寸 共16个旅行箱 而最大度能容的毫无疑问 是你永远不知道能下来多少人 能拉多少货的武林 星辰DHT在车身三围 全场最紧凑的情况下 共装下了5个24英寸 12个20英寸 共17个旅行箱 这是玄学吗 不 是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的血脉压制 可以说能阻止武林的 就只剩倒交法了 当所有项目测试完毕 咱们首尾呼应坐线总结 如果您的预算就卡死在了10万 那五菱星辰DHT被证明了 是物有所值的选择 除了合格的燃油经济性外 它的动力表现和驾驶质感 甚至让我喜出望外 只不过对于身材瘦高的它来说 极限状态下的操控稳定性 还尚需优化 预算需要追加3万的东风浩级双情 它的油耗和制动成绩 以及丰富的配置 真的让我眼前一亮 但驾驶质感方面还尚显粗糙 所以这3万加的是不亏不赚 预算需要追加不到4万的 比亚迪Soul Pro电脉 无论亏电满电 能耗表现依旧是它的传统优势 但亏电状态下的动力表现 成了明显短板 所以它能否相对一批 就取决于您家有没有充电条件了 最后 想买哈佛H6 DRT 需要把购物车预算整整追加4万 所以它和星辰DT 显然不是同一批消费群体了 虽然它的能耗表现 本场中并不亮眼 但动力表现 驾驶质感 还是让人事后难忘 所以它更适合 原本看上了燃油版H6的消费者 而长城也极有可能 凭借这款产品 重回昔日销量辉煌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义车横平的全部内容 我是楚上 期待您的三连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